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政治暴风演 我是戴立刚 我是周玉琴 在今天我们独家专访了 资深媒体人陈文倩 请到陈文倩来到现场 最重要就是在 王马之间的斗争 现在两个回合过去了 进入第三回合 而大家都在看 这政治战争 究竟要打到什么时候 战争与和平 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 欢迎陈文倩 哈喽 玉琴跟立刚 你们两位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实在是非常荣幸 那但是这个我们一开始 我们当然就要切入重点 我先讲我今天来宾费用 开价一千万印尼顿 以此录影为证 没问题老板决定 印尼顿 但是一开始 这个时候再次 我们就要来拿个晚报出来 我先讲为什么 我要开价那么多钱 因为我不太愿意讨论 台湾国内的政治 您是觉得心灰意冷了吗 不是不是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许许多多的问题 已经完全脱离了 可以让一个国家体制 被讨论的理性层次 那我觉得那个情绪化 跟从领导者到民众到媒体 到所有的人的情绪化语言 已经太多了 阴谋论也太多 但是我在昨天看到了法院的裁定书 所以我就降价到一千万印尼顿 来上演 但是这表示你对那法院的裁定书 是非常的不满意 不是 就是表示说 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阶段呢 在法院的裁定书出来之前 或许有些人对这件事情 各有不同的看法 那它是一场 可能是司法正义之战 或是可能是政争 立法院以前其实出过 也出现过政争 台湾也出现过政争 那以前也换过院长 那也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波涛汹涌的阶段 那可是呢 当昨天的法院的裁定书 一出来的时候 我的看法是台湾的政治 在这一次的九月政政 以前大多数是宪政危机 我并不同意这样 它不至于成为宪政危机 如果立法院院长可以 比如说马英九不开除 或者是开除了以后 就顺利的换人 那只是一个立法院意识 不是那么顺畅 但不会形成宪政危机 那甚至很多人说 国民党会分裂 那我觉得那个是外行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选举制度 已经改成单一选区 两票制 那单一选区呢 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国民党的民意 出来竞选 或你不用民党的民意 出来竞选 第三小党几乎没有 当选的空间 除非你是很特别的 无党籍的立委 或是很特别的 在那个选区 民进党对你礼让 或国民党对你礼让 所以他跟当年宋楚瑜 从国民党出走 然后他们是一个选区 可以选出十几个立委 那或是新党那个年代 不是时空背景 就是选举制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选举制度 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时候 你可以带一批人出走 然后他们还是可以 当选立委 现在只要脱离 国民党出去的人 国民党照常在 当地选区给你提名 那两个人同时 都是蓝军的 当选立定是民进党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 我觉得国民党立委 是不会出走的 所以在此之前 我认为媒体 在很多问题里头 包括讨论说 很早就已经定调说 国民党会分裂 然后或者是说 认为说这是一个 宪政危机 我觉得不是 可是昨天法院的裁定书 一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开始 让台湾进入一个 宪政危机 在这个宪政危机 情况里头 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他暂时被认为 立法院院长 那他主持议会 他的议会的效率是什么 那在这个情况里头 如果像两岸服贸协议 在立法院要表决 又要冲突的时候 这个时刻 那他更没有足够的权威 因为他只是战时的嘛 就好像你今天周玉琴 他结婚了 他的老公跟他说 你是我战时的老婆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所以对他来讲 他很多重大的权力 他很多重大的职权 当然他的立法院 可以呼风唤雨了 可是整个国家的宪政问题 统统都变成一团混乱 那如果国民党继续抗告 一直抗告下去 那王院长这边 一定会进行他的民事诉讼 一直进行他的民事诉讼下去 这个国家就会陷入 很严重的宪政危机 那他陷入很严重的 宪政危机的后果是什么 那他的后果就是 台湾全民的经济 跟台湾的所有的投资环境 付出重大的代价 他就不是什么马王之间的事情 他会把我们所有的人扯进来 那我们这些人可能原来 已经在很好的工作位置上头的人 或老一辈的人问题不大 可是真正的做很大的企业的人 他在这个环境里头 他就会出问题 那年轻一辈的人 就会在他们搞不清楚的 宪政危机里头 完全丧失 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头 本来应该得到的一些 可以成长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整个台湾的宪政危机 我们如果了解 欧债危机的话都知道 所有的欧债危机 都是从他的宪政危机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大家低估了 以为是看戏 或是还以为他喜欢马银九 或喜欢王金平 但他不了解说 其实这件事情 在昨天法院的裁定 是一出来 确认王金平可以继续战时的 行使他立法院长 他不是永久的 是战时的 那什么叫战时 就一直朝着朝着朝着 这个战时就是temporary 跟战争的战略是没有差别了 这个问题会越拖越长 而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吗 而且会把投资者的信心 完全拖垮 是 就是他会把外界 不管是外资 还是在台湾投资者的信心 如果拖很久的话 真的会把台湾的经济完全拖垮掉 所以外资他们将对台湾的整个政局的状况 他就会觉得不安心 他就想要离开 但是现在的状况 像今天的晚报里面 王金平很客气的说这个马英九跟江一花是菩萨 这场的战争里面 现在是否已经闻到了一些和平的味道出现了 不是 这是 你再翻过来可以吗 好 再翻过来的话 这边就是 马英九说 没有阴谋 没有斗争 我要讲的就是说 就是两个高手在对招 你觉得对决吗 高手在过招了 那王金平现在是处于优势 那当他处于比较高的优势的时候 他也EQ比较好 那所以他谈起话来也显得比较 好像从一开始 他从马来西亚下飞机开始 他谈了很多话 除了他在机场里头把关心关说那一段谈话 很多人有意见之外 大多数时刻他的发言都比马总统得体 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刚刚所说的话 你只能够说在这件事情上头 王院长呢 这个社会给予他的同情是比较高的 然后他在这个事情里头的许多发言 是比较没有情绪的 那马总统的某一些从9月8号开始 他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 他的整个 他的想要达成司法正义的一些相关的目的 以及他相关的措辞 以及他相关的时机点 就开始整个策略都是混乱的之外 就是说他的情绪性的研究一直都是比较多的 我这几天一直收到很多外资 他们会跟我说 他们用英文写 他就说台湾是在一个非常错误的时机点 然后进变成在这个时刻呢 变成一个political turmoil 就是你进入一个政治的斗争 那如果再变成宪政危机的话 那他问题我简单的讲 不要讲太复杂 他比核四停建 对台湾的经济冲击还要影响 这个影响这么的大 就是说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 都看到核四停建 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那那个时候刚好网络泡沫化 那现在是经济大衰退 刚刚走出来 那我想疫情很熟 就是美国要不要实施联准会 要不要QE政策 要不要出路 9月17号 18号就要开会 那前会怎么走 要去哪里 那大家都很确定说亚洲有几个地方 他们要进去 前一阵子太乐观欧股 那因此日本他们要投资 韩国要投资 那可能上阵只是说要投资 台湾要不要投资 目前是一个big question mark 在这个岛屿上面 那问题就在你们现在 大家在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好笑 你知道吗 立刚 这个事情本身对台湾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那我其实 当然我不应该一次讲那么长的话了 但是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上节目的原意 把它讲清楚 就是说我其实很不愿意讨论台湾内部的政治问题 因为我其实不是什么资深媒体人 我当然从政非常久 那我进入媒体工作时间不是那么长 那大概大概就差不多主持电视节目 但是就是说大概十几年左右 跟我的政治资历是还是差别很大 我在从政里头大概二三十年 所以我希望慢慢脱离 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仍然非常关心台湾年轻一辈 台湾整体的经济的发展 台湾国家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来上这个节目 然后把很多议题拉回到 比较可以理性讨论的层次 我其实想呼吁马总统 其实他在2008年 选上总统的时候 是一非常高的选票选上 那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会认为说 他个人可能带来 台湾经济很大的发展 所以是经济性的选民选了他 那这么多年下来呢 刚刚他当选民 有多久就碰到了金融海啸 那我只想要呼吁 没有错 其实我跟你们 过去我有看到节目 很多人的定调 我并不同意他 这场仗完全是我的权谋 就是说我从政时间非常长 那刚好有一段时间 跟马总统在做法务部长的时候 是重叠的 我从来没有忘记 他当法务部长的时刻 当时他为了保护他的属下 不要 他为了不要被上头的人干预 因为他的属下呢 刚好在台东 要调查一个立法院高层 可能涉嫌会选 那整个国民党跟立法院的压力 全部都下来 要求他把这个检察官调职 调到澎湖去 那法务部长 马英就不愿意 他就谨守的司法 绝不容许关说 结果最后是他被要求 离开法务部长职务 由廖正好接任 然后他就去当政务委员 在政务委员的时候 也备受坐冷板凳 然后他就知道 他的政治前途 他以为已经完了 于是就在白小燕 暗抗争的时候 就是白小燕 白冰冰的女儿 很多人上街头 抗争的那个时候 他发表了一个声明 退出政坛 他不知道为谁而战 然后后来呢 他就开始去学校 那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回到台湾 当长进国的英文秘书 所以他并没有什么论文 所以那一时刻 他的人生突然前途茫茫 他的收入很少 他去学校找教职 他并没有论文 所以他连一个副教授 都不可得 只能坚韧 然后勉强去一个电视台 在一个完全不知名的 小电视台 叫环球电视台 主持一个 我们现在没有人记得的节目 也在另外一个电视台里头 主持一个 好像在台湾走透透的节目 他根本以为 觉得他已经没有路可以走 现在已经变成 很难讲话的 沈志南校长 跟他很近 曾经告诉我一段话 他说人生啊 真是很难讲 那个时候的马英九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他可不可以去政大 得到一个法律系副教授的职务 没想到后来 他被要求出来 输了两百多次 他去选了总统 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往事 就是说很多人并不知道 马英九个人 不要讲说他是法律系的人 他对可能司法官说这件事情 他比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在乎 他是曾经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头 摔了最大一跤 而且当时的压力 是来自于立法院 跟国民党的高层 所以这件事情 他个人呢 我觉得他有很强烈的 实命感 情绪 两面人都是 那你可以看到 他在9月8号开的记者会里头 我不同意他说 这是台湾司法史上最耻辱的一天 台湾司法史已经耻辱了很多次 很多天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一方面很谨慎小心的念稿 可是到后来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强烈 那某个程度来讲 他就是说如果权贵可以关说 那老百姓可不可以 那是他当法务部长的马英九 到今天为止 他没有忘记的使命 也没有忘记的耻辱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他而言 他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强烈的感受 情感 情绪 不管是哪一个情字 都跟你们大家的落差 跟民众的落差非常的大 但是他把它写成 叫司法上最耻辱的一天 不符合这个案件的比例原则 不符合这个案件比例原则 因为这个案件不是说 今天王金平跟黄芳燕说 哎呀 人家调查到你了 你赶快落跑 你跑掉 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因为柯建明的全民电通案 是一个很不重要的案件 他跟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很低 然后他已经到了一审 二审非常上诉 到了非常上诉的时候 一审也已经无罪确定了 要不要再上诉 其实检察官可以不要滥用职权再上诉 但是这件事情 立法院院长最后去做个案的官说 我先讲清楚 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好 没有错 如果在欧美国家 我们闭起眼睛 这个院长非下台不可 可是我们不是欧美国家 那你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样处理 那更不要讲 你在人家嫁女儿的时候 就说 尽管是不请客好了 那你8月31号就知道 你为什么要9月8号才开记者会 所以你在所有的处理事情里头 你又把它掺杂了太多 你对王院长的恐惧猜忌情绪 你自己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你的司法正义 跟你的司法使命感 老百姓就看不见了 文谦你觉得他到底是对人 还是在对事 他两个都有 都有 所以正因为如此 他觉得他绝不退让 因为他两个都有 他看不见的是他对人的情绪 他看得见的是 他对这件事情的愤怒 因为马总统过去 他处理政治事务 你们大家回想一下 他什么时候站在第一线 他哪件事情 他会站在第一线上 郑索岁好了 最熟的 他其实希望 郑索岁是要通过的 所以其实大佬去找他 他说这跟我没关系 这是刘亦如的事情 然后呢 他也觉得他完全撇清了 那某个程度来说呢 很多人跟他说 外界反应很不好 会把台湾的投资环境 弄糟糕掉了 那即使是他的幕僚 跟他反应 他都不断地打电话 给刘亦如 跟刘亦如讲说 我支持你到底 刘部长 你一定要改革到底 他是一个什么事情 都站在第二线 然后某一个程度来讲 最后当事情不成的时候 被牺牲的是刘亦如 而不是马总统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